盗猎者一把举起猎枪 瞄准不远处的藏羚羊 接着无情地扣动了扳机 丧心病狂地对藏羚羊展开了猎杀 为了满足欧美市场对藏羚羊绒的需求 这场猎杀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随后暴僻人抵达现场 熟练地扒掉羊皮 只留下满地的残骸 最由突就不断着实 红白相间的尸骨 在黄色的沙土上写得格外刺眼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可可西林 这里曾经生活着上百万只藏羚羊 但因为盗猎者的大肆猎杀 已经对减至不到二十万只 于是在1993年 当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寻山队 以此来对抗盗猎者保护藏羚羊 这天强八在寻山的途中 因为太困在车上睡着 但突然被一阵敲窗声吵醒 强八睁眼一看 发现自己已经被盗猎者包围 他伸手想去拿枪 但对方早有准备 强八最终被五花大把 抓到了无人区的身处 寻山对减 这是在这里吗 雄凶恶极的盗猎者头目 残忍地杀害了强八 这是发生在可可西里真实的一面 寻山队与盗猎者之间的对抗 已经导致多名寻山队员牺牲 从而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 来自北京的警察打狱奖案记者 跟随考察团来到了可可西里 他找到寻山队队长日泰 掏出记者证说出了来意 但日泰却表示没时间转身就读 打狱见状立马叫住日泰 表示自己写的这一篇报道 会让可可西里得到更多的关注 能更快促进地方建立保护区 日泰听完思考了一回 随即吩咐手下队员 将嘎玉带到二楼安置下来 在上楼的途中 嘎玉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地上摆满了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羊皮 而每一张羊皮的背后 都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因为欧洲人畸形的审美 他们变成了所谓的奢侈品 夜里日泰给嘎玉举行了欢迎仪式 吃饱喝足之后 寻山队就准备出发上山 因为无人区四处是吃人的流沙 还有穷凶极恶的盗猎者 使得每一次寻山都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和自己的亲人拥抱道别 随后寻山队就趁着夜色出发 开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 进山的第一天 他们在离藏羚羊七夕地最近的山里 设了一个关卡 很快他们就拦截住一辆汽车 经验丰富的寻山队员 用刀划开司机的大衣 取出了藏在衣服里的藏羚羊绒 在寻山队员的逼问下 司机也只能承认 他在帮盗猎者带火 嘎于问日泰抓到人要如何惩罚 日泰心酸地说道 放了呗 这个路上 帮盗猎分子带葬羚羊绒的人太多了 我们只能没收 没权力抓人 最终日泰放走了所有人 偷带葬羚羊绒的司机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 但也正因为如此 给盗猎者带火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天 寻山队来到了不动权保护站 因为人手不足 这里只有阿旺一个人助手 一下车他们就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有说有笑朝帐篷走去 随后阿旺问队长 这次为什么没有看见强霸 阿旺已经在这里助手三年 这三年里他独自忍受孤独 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守护葬羚羊 短暂地休整之后 打狱给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拍合照 随后寻山队继续出发 阿旺站在房子前用力地挥手 直到寻山队彻底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这份工作没有编制 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工资 阿旺虽然只是一个临时部 但却甘愿独自待在无人区 第四天 寻山队来到了卓乃湖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难以置信 男人的脑袋被白布拴在地上 紧接着天葬师举起刀 将他的身体分解成了360块 随后几十只救鹰一拥而上 瞬间就将一百多斤的躯体啃食殆尽 给牺牲的队员举行完葬礼之后 寻山队再次进入可可稀里的无人区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难以置信 沙地上堆满了葬羚羊的尸骨 突就正在着实遗骸上的血肉 盗猎者包走了羊皮 只留下来无数巨葬羚羊的尸骨 无声地痛诉着可可稀里的悲伤 寻山队员悲痛地看着这一切 闷不吭声地在地上挖了一个深坑 然后拖着葬羚羊的海骨丢在坑里 接着倒上汽油 用火柴点燃油补 江藏羚羊的尸骨集体进行焚烧 看着燃起的熊熊烈火 更加坚定了日泰打击盗猎者的决心 随后他们继续出发 终于在第五天来到了牦牛谷 但一辆皮卡车突然不受控制 一头扎进了旁边的草堆 日泰立马下车查看情况 打开车门发现 子弹透过卡车的前挡风玻璃 击中了一名队友的肩膀 盗猎者在附近伏击了他们 日泰扯下一块排布 给队友包扎好伤口之后 立马命令其他队员进行搜查 很快他们就发现 不远处有一辆吉普车 经验丰富的队员 通过地上留下的痕迹 判断出这些盗猎者刚走过超过半天 于是他们立马上车 朝盗猎者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在经过两天的长途奔袭之后 终于在楚马尔河追上了盗猎者的车队 由于隔着一条河 巡山队迅速冲下车 一边奔跑一边鸣枪 眼看对方想要逃跑 巡山队毫不犹豫脱掉鞋子 冲进了寒冷的河水里面 成功将盗猎者一网打尽 押送回了河对岸 因为没有发现羊皮和枪支 巡山队决定找出枪手审讯 但这时日太在人群中 看见了老熟人马站立 他这才明白这群人只是包皮人 盗猎者早就逃离了这 为了找出被藏起来的皮毛 巡山队将开车的司机拉了出来 拖到一旁开始了严刑考打 随后司机交代出了一切 带着巡山队来到埋藏地点 在沙地里挖出了三捆皮毛 铺开之后整整五百多张 日太看着脚豁的小口进步枪 又摸了一下羊皮上的枪口 就判断出对方携带了冲锋枪 继续追击肯定凶多吉少 但日太依旧没有选择放弃 随后再去雪山的路上 打狱给马站立了一支烟 从他的口中得知 这些包皮人原本都是牧羊人 但后来草原变成了沙漠 不只是羊梅草食 就连人也没食物吃 但第二天一早 日太发现狡猾的马站立父子 居然趁巡山队员犯困的时候 拿走卡车要是偷偷逃跑了 日太大骂了看守一顿 接着带人追了一上午 终于追上了逃跑的父子三人 再次成功将他们抓活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因为可可西里海拔4700多米 一名队员由于长时间奔跑 缺氧引起了高原反应 突然倒在了地上 并且口吐鲜血 这是高原反应引发的沸水肿 日太立马从他的胸口掏出药物 环顾四周却发现没有水 危机时刻 一旁马站立的小儿子告诉日太 他曾经是一名赤脚医生 生死关头日太也只能选择相信 随后包皮员将要倒进针管 接着用针抽出一管血 将药物充分融化之后 又对着静脉注射了回去 暂时保住了寻山队员的性命 但想要彻底医治 就必须去到镇上的医院 日太决定让刘栋送他回城 但看病是需要花钱的 几人掏干净了口袋 一共才凑了几十块钱 因为他们没有编制 所以工资并不高 为了救队友的命 日太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买皮子 随后日太告别流动 带人继续追击盗猎者 但很快他们的汽油和粮食 都已经不够 一名队员建议回去 但却遭到日太的拒绝 因为只需要三四天 他们就能追上盗猎者 最终日太决定放走这群包皮人 这样他们就能多跑三天 但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山 没有食物没有水 要想走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追不出去 我得了 丢下包皮人之后 巡山队继续开始追击盗猎者 经过两天两夜的奔袭 眼看就要追上盗猎团伙 一辆卡车却因为长时间没加机油 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 月太只能留下他们三人 在这里等待流动来救援 自己则继续追击盗猎者 他们相互拥抱告别 所有人都知道留下来很危险 因为此时正值开春 一旦下大雪将会被冻死在这里 可是天不遂愿 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 三人冻得瑟瑟发抖 只能挤在车里等待救援 男人已经三天没有睡觉 他将头发绑在车底 不让自己的头倒在方向盘上 实在困了就用血擦一擦脸 强忍着睡意开了三天三夜 终于抵达了镇上的医院 凭借坚强的意志力 他成功就回了队友的性命 短暂的休整之后 他拿出缴获的藏林羊绒 低价卖给了回收商 拿着钱买了满满一车物资 就急忙开进了无人区 但出发没多久 车轮子就陷进了流沙里 流动下车查看 却不小心也陷了进去 大半个身子瞬间就被吞没 他奋力挣扎想要爬出来 可能抓住的只有沙子 最终他带着不甘和绝望 被流沙一点点吞没 很快一切都归于平静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另一边日泰和打狱等人 也已经从干燥的沙漠 进入到雪山 他们必须步行翻越过去 在另一边的公路上 拦下盗猎者 可随着四人深入雪山 两名队员很快就淹没在了风雪之中 只有日泰和打狱走了出来 但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追击了多年的盗猎团伙 突然手持武器出现 将两人团团围住 可即便如此 日泰依旧要将盗猎者伏返 盗猎头目递给了日泰一支烟 带着戏谑的语气说道 这 你们能发掉 那我去给你每个聊聊去 要不然再给你给你做法子 我们在外面喝得很 别走 把枪交上 你先跟我走 那好那好 把枪交给 日泰中枪倒地不断抽搐 盗猎头目见他还活着 顺手拿起一把枪 毫不犹豫又活了几枪 这下日泰彻底没了动静 永远躺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打狱亲眼看着日泰死在面前 整个人彻底蒙圈 盗猎者并没有杀害他 包皮人马站林告诉打狱 跟着盗猎者的脚印 再走五公里就能出去 最终打狱将队长的尸体带了回去 再回到北京之后 他写下了一篇震惊世界的报道 于是在一年之后 地方在可可西里设立的地方自然保护区 并成立了森林警察机关 从这以后 可可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枪声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寻山队剩下活着的四名队员 最终因为参与贩卖藏羚羊 被代表而日泰队长的冤心 就是藏族环保卫士索南达姐 他自发成立了寻山队 虽然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 但他们却用生命保护了藏羚羊 1994年2月 寻山队员抓获盗猎分子20名 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 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 索南达姐遭到盗猎者的袭击 最终不幸重担身亡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0岁